7月4号在北京举行公测发布会 现场邀请了网络知名模特 当红匪文美少女郭美美 作为玩家代表进行炒作 活动当天 顾女神在记者的相机下 留下了种种最真实的一面 照片显示 美美并不像她的微博自拍照那样 脸型秀气 五官精致 而是两赛意满横肉 全股高耸入云 臂膀之间一朵追逐 妆容喜气洋洋 看比风尘女子啊 最要命的是美美的官方微博上 同样发布了发布会当天的照片 我都不知道该怎么说了 你叫我怎么说好呢 这种屁的连手臂都变形的照片 有存在的意义吗 长得残 居然还弄骂记者的摄影基础有问题 你以为人家的记者相机 都跟你一样自带修复 磨皮液化和磨合功能啊 事实证明 群众喜欢强势为官凶大无脑者 大批网络媒体账号跟进转播 纷纷表示我和小伙伴们都惊呆了 这位名为简光舟的网友就叹息道 郭美美真人 用什么自信很好呢 只能用惨不忍睹啊 著名大V罗昌平随后发布准确定义 在郭美美的自拍与他拍之间 不仅隔着一张环球时报 与一个美图秀秀 就连环球时报都以冷笑话 作为标签参加为官 其中最刻薄的还属马丁马小虎 记者问 美美你怎么了 网友说 擦 美美你整容失败了 表司说 走我裤子都脱了 你就给我看这个 魔会领导 要好看 很像蛋了 温米侠五官加伟德造型 这是新美丽的潮流吗 围观着郭美美的真人照 我终于相信了 红会是清白的了 因为领导不可能这么没品 酒店特色服务女郎的传单 都比这货更豁人价实 毕竟人家没有如此高级的自拍神器 说到这儿 恍然大悟了这款网友游戏的名字 及其精髓所在 网友公司 碾压是故意的吧 我们下期见了 我们下期见了